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这个其实很有趣 就是作为一个曾经很短暂的参与的跨境电商海外舱的业务管理的人 我其实对酷内的管理其实是两人一蒙的 但有这几个数据报告 一个是采购的 采购机货的日报 一个是运营销售的 一个是这个叫尾城的 最起码是三个关键节点 我每天我们都同事都看到信息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话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多卖家声称自己是科金融士 但其实内部的信息是都会成为孤导 对 很多公司都会这样 你们其实现在是通过物流通过仓库的库容 Fulfillment的这个一个管理 帮助了他们把信息 这个孤导反而连通起来了 可能我们就是物流上面接触到的节点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们系统它记录数据的节点也会比较全 所以我们会就是有尝试去把这些数据分享给各个不同角色的人 结果收到的反馈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也支持我们去把这个给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可能他们也不想成为孤导 他们也想去做 但是就是你如果你每天你就又花很多心思再去监控你这个物流服务商 他到底做得好不好 他有没有主动跟你报他的异常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应该服务商去做得更多一些 从某种程度上万一通干的事情就是提高了另外一个行业标准 就像刚刚做的时候你不应该追物流商异常 应该是物流商每一天就告诉你异常 对对对 是从采销的 采购的 运营的 尾程的 还是库内的 还是说你避货的 还是你补货的 每一个点就应该主动的告诉你 你看这是正常的 这是red line 这是绿灯 黄灯 红灯 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万一偷的科技公司 其实是因为把数据 无论是采集 归类 应用 以及返汇给到用户的这个世界上 已经可以做到相比一般的warehouse 已经算是 做得非常优秀了吗 那未来呢 未来这个3.0 因为今年你们把这3.0的概念提出来 因为我们听了很多万一通的朋友 包括你们合作的这几个技术公司 这期扎也好 快厂也好 还有创新也好 我们跟他聊的挺多了 我也看到他们很清晰的野心 想要进入更多的海外舱 去完成这么一个技术的普及 那万一通呢 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走出这一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了 软硬件进来了 数据管理进来 下一步呢 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下一步其实我们 是会更开放的去听更多不同类型的卖家 他到底对未来的海外舱能提出怎么样的需求 其实我们整一个服务体系的框架 就我们经历了去年一年之后 去年确实是很混乱的一年整个行业 但是呢 就是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确实仓库是不够的 但是对万一通来说 他要去加一个仓库 他是要谨慎的去计划跟去布局 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说 我今天想开一个仓库 我可能一个月以后租了一个仓库 就能把货给引进去 那其实对于我们想说的 就是我们更想精细化的去运营 然后比如说像现在的卖家 特别是像今年 就是可能以前单一的平台卖家 比如说我只做一个平台 或者两个平台的卖家 可能经历了去年之后 他会要多平台去运营 多平台多账号多品类 对多平台多账号多品类 或者是多种模式去做的时候 其实他每一种模式的背后 他能够负担的物流成本 和需要的就是物流的服务 可能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别 那我们需要 我们觉得我们能做的是说 我去满足你各个维度的需求 能够支持你在海外的一份库存 能够卖多个渠道 对能够把资金赚得更好 对能够把用户体验弄得更好 从而来能够给万一同更多的货量 对 我们最近关注了很多 关于跨境下物流的一些内容 作为一个其实对物流界研究 真的不算多的人来说 越研究越汉言 越研究越敬畏 以前我一直觉得海外厂不真的一样吗 反正经厂出厂 有个系统滴滴滴就完了吗 来了就太贵 进不就完了吗 越研究越发现 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这么理解的 万一通的海外厂3.0 其实是从数据 包括服务BU 做到能够做到最小单元的 这种组合的时候 就意味着整一个跨境电商的卖家 就像你刚说的 同一盘货 或同一个企业 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销售模型下 他都可以用同一盘货 去支持他不同的业态 与此同时 这种不同业态 不同的人员 不同的周转的速度或倾号 这你刚刚提到了 万一通已经开始做大货了 我很期待看看你大货的仓 跟现在的仓 整个逻辑有什么不同 就同一个卖家 我既做新小件 又做标准件 又做品牌产品 又有大件产品 我还有非标产品 同时我也是万一通的 新用户 老用户 那我希望 我这诉求万一通能够 帮我去逐步完成的时候 整一个的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 在升级 万一通已经算是在领军了 你们有担心过 就有个问题这么说的 就像华为 万一通当然还没有 华为那么牛逼 华为说 任正非认正说 华为现在已经是 以前是跟跑 对吧 我们开玩笑说摸着鹰匠 摸着美国的石头过河的 摸着摸到摸到现在摸到5G了 我们变成林袍者了 我们前面是一片蒙的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录节目 说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是这么说的 原生内创 内增原生创立 内部增长原生的创作力 向上链接 融合 升为 向下 向下 扎根兼容 要扎根于行业 钱无路 实探索 那万一通 你们不担心未来 你们认为你们下一个 学习的对象会是谁 或者说下一个 海外充3.0能够焊死以后 外充下个阶段会是苹果 还是华为 还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公贸企业 卖家 同时又做平台 又做图片 我们先把这一波的人 去服务好 自未来 边打边见 边见边练 你们现在是什么观点的 其实万一通 就是 一直以来的企业愿景都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出去 就是 其实海外仓它只是作为一个 支点 支点而已 它真的只是一个支点而已 就是这个支点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那一方面呢 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就是我们去不断地打磨我们的服务跟产品 那另外一个维度呢 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服务商的角色 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是会去听卖家的声音 就是 其实很多的时候 很多卖家 他知道自己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物流方面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能不能做的 或者是要花多大代价去做的 他需要一个consulting 对对对是 所以我们更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对去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 去走到海外去 然后这个其实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企业愿景 但至于说万一同之后 他是把自己标的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企业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把自己标的成一个服务 跨境电商卖家的企业 我很喜欢的这句话 我们刚刚提的三个话 介绍内增源 内增源创 什么来着 内增源增创力 内部生产的创作力 向上链接 融合 向下杂根兼容 因为行业其实 对经厂的很多新卖家 有很多新鲜的韭菜卖家 但同时有很多专业的卖家 他可能原来不是做跨境电商的 但他可能在全球 他的B2B 他的代工 甚至他的分销 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 这一波是一个新鲜力量 还有一波是原来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 原生于平台型的卖家 他已经完成了突变了 突变可能是内部的 也有可能是资本的力量 也有可能是产业资本进来以后 帮他完成了这个突变 那他需要去更强的这种服务支撑伙伴 无论是从物流这一块的 还是从企业管理这一块的 我们其实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帮助中国卖家 从中国商家变成全球商家 说实话 今天的采访其实因为我挺惊艳的 因为那天在 这句话不是公伟啊 那天在4月23号现场的时候 我是 我晚来没打算采访做的 然后主办方把赚领导 我们就来了 我们聊了 但今天算是重新认识的 彭家宇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万一通会有那么优秀的服务能力了 因为 你们把整一个产品 从上至下的理解都非常的透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毕竟也做了这么多年了 对 OK 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你 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吗 这后面这一段是加戏是吗 你想讲什么的 因为我看时间已经早过了 我知道啊 我们时间早就过了 对 那其实我想讲的是说 就是我们今年啊 包括是我自己身边 都会有一些 之前跟跨境电商 八竿子打不招的一些朋友 对 之前别人问你是干哪一行的 你跟他说跨境电商 什么破路鞋的 他说那是啥 对 那你还要解释一下 然后就是今年是不需要解释了 就就我想做跨境电商怎么做 对对对对 今年是接收到了很多这样子的信号 其实呢 我其实对于这个行业里面 资深的卖家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跟活法 那对于新入来 新入进来的 比如说像 比如说大厂 搭的品牌方 那其实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打法 也是就是结合自己的产品力啊 供应链啊 他们倒也是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需求 那对于说一些小白的卖家 他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 背后没有一个很好的供应链 对于这个行业也不是很了解 那其实这个行业其实还蛮复杂的 包括你的选品 你的采购 包括像税 包括像库存 包括像就是你的钱怎么回来 就种种的这一些 其实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就是大家在可以入这个行业 就是入进来之前 真的是要想清楚 就是我整个链条 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不然的话 就是进来之后 就磕了一泊韭菜之后 就对我今天其实还比较 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 对 就在我们今天做采访的时候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我们的老读者 在微信给我发问 发我发了一个问题 就做我们结束语吧 他是这么问的 阿米我以前请了两个人做换结商 搞了几百万 我现在想专门藏那个公司来做 你觉得我这收款 应该是怎么用哪家公司 然后跟我融资是什么关系吗 我今天融资怎么做 应该找哪个机构台 然后我应该怎么学A轮B轮 我说 我说一些韭菜 对就是就是就很多今年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我觉得说 呃 他现在连公司都没有 以前只请了两个人做两三百万 你现在留在红利 现在跟我说我应该找你收款公司 我怎么做财税合规 然后我融资应该找谁 你能不能帮我去做财税 财税融资能不能帮我去做其辅导 我说我懵了 你说你几个人 我几个人 嗯 所以就就就这就是我的担忧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呃 需要提醒一下的 万一通作为我们行业里面 目前在海外仓 包括海外仓新的3.0 包括新的技术应用上面 呃 应该说是算是行业的领军了 那未来我们很期待万一通 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服务更多的这些 无论是现有的卖家 还是新进程卖家 至于刚刚就要提到的这些 呃 好奇的宝宝们啊 啊 要多注意 多看 多学 交学费没没重要 千万不要交了学费 以后 然后回去跟他说 华人家是骗人的 不是华人家骗人 他无论骗不骗 他都是这样子走在 只是说 你对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搞明白 如果连最基本的逻辑 都没搞明白 那就上个培训班吧 也不贵 只要快钱 就不要了问 哎 要不要做华人家商 好了 我们没法继续聊这话题了 关于更多 海外仓 不同的国家 本地仓库的 智能管理 定制管理 包括 你如果是个品质商家 欢迎来找到万一通 找赚 找我们聊聊 我们可以给到你更多的建议 今天分享谢谢赚 滴滴雪雪 是个非常惊艳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checking it 一款物流洞察工具 即追踪 监控 预警 等于一体 物流查询 就上 checkingit.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